全球暖化是一个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各国相继当日最高温不断攀升的几趋势 热伤害事件频传 我们整理冷气用电资料 发现气温和用电量呈现正相关 更加证明了校园也会学着 全球暖化现象正在发烧着 我们需要更积极的行动来让校园降温 我们运用热像仪和黑球温度计到校园各个区域进行测量 也到不同班级去进行调查 了解大家最常活动的区域 对于这些活动区域的温度感受 访问总务处级建筑师所获得的资讯 进而列出这次要解决的校园热区 我们针对校园内的问题 参考其他永世循环校园的相关案例 提出以下几点解方 一空地补植树木与建筑物 隔热工程补助并发包工程 期待让校园屋顶得以大变身 我们与活动中心重建设计的建筑师交流 提了一些降低温度的方案 旅建筑师说明这些刚好都在他的设计里面 并给予我们支持和肯定 我们和学校执行植栽养护工作的人员 一同选用种植的植物 亲自在教室外花台 栽种植物和清水公园重新种植树木 我们着手进行热伤害指数旗帜的设计与制作 并与学校进行讨论设置地点 带设置完成以搭配学生成会执行宣传活动 让大家能避免热伤害 拥有更健康安全的校园生活